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气全面创新驱动 紧抓市场需求 克服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 今年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持续巩固和拓展 风景这边独好的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一气集团共计生产整车92万1445辆 同比增长65.4% 销售整车105万9148辆 同比增长74.3% 其中 红旗解放品牌均交出优异答卷 眼下在一气红旗的卫山工厂 记者看到 生产线上正在装配的是红旗H5和HS5两款明星车型 各个岗位上的工人各司其职正在有条不稳地加紧生产 每一分钟就有一台红旗车驶下生产线 张国刚向记者介绍 由于订单的不断增多 他们工厂的生产任务也在不断加大 为了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 做强做大民族品牌的重要指示精神 工厂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智能化改造 加大物料供应调配力度 从新层员工到车间主任 每个人都带相立刻提重点公关产品质量 多错并举 促进产能不断提升 我们也是提前引入一些国际化先进一流的装备 比如说轮胎的一些自动拧紧 像这个物料速度化升级自动配货 来改善我们物流配货的效率 跟去年以及以前比这个整个效率提升 达到了一个30%以上这样一个效率 今年一季度 红旗品牌生产整车 六万两千八百三十九辆 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九十点六 销售整车七万零六十辆 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八十点二 一季度一气解放品牌同样传出捷报 在一气解放公司卡车厂总装车间 工人们也正在为完成月生产任务而加紧生产 目前总装车间日产量稳定在五百九十辆以上 较去年同期日产量提高至少四十辆 这主要归功于车间在人员技术等方面得到优化 人员增加了有百分之十左右 设备的维修呢 这一块呢就是做的要比以前更细致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我们故障的发生 我们这个解放阶期原来是九分钟 整条线优化之后呢 大家伙都能在五分钟之内把这个工作干完 质量不减 节奏加快 这对操作工人们的技能水平要求极高 为此一气解放根据不同工种 为技术工人安排了相应的培训课 以此提高大家的操作水平 所有的员工都有上岗的培训 不单是说这个上岗之前培训 就是工作当中甚至每天都有培训 这个培训的话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这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今年一季度一气解放累计销售19.1万辆 同比增长76.8% 其中中卡表现抢眼 销售16.7万辆 同比增长85% 精细化管理 智能化操作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前提下 一气集团各个品牌全线开花 今年一季度 奔腾品牌销售整车16,641辆 合资合作事业板块销售整车 776,419辆 其中一气大众销售整车 55万0869辆 同比增长72.4% 一气丰田销售整车 21万7102辆 同比增长76.6% 一气马自达销售整车 8448辆 同比增长9.4% 4月9号 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一起在长春 会见新加坡风亿国际集团 董事局主席 一海家里集团董事长 郭孔锋一行 景俊海韩俊 对郭孔锋一行到访 表示欢迎 景俊海说 丰益国际集团作为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在吉林进行广泛投资 开展深入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吉林三农工作 要求我们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正当现代农业建设排投兵 我们一定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厚望重托 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 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培育壮大农产品和食品深加工产业 确保粮食增产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希望丰益国际集团 益海家里集团 深耕吉林市场 拓展投资合作领域 把布局重心放在吉林 积极引进国际领先的经营理念 生产工艺 产业模式 推进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实施 助力吉林打造中国粮仓肉库 中央厨房 携手走出一条高制高效的 现代农业发展新路 郭孔峰表示 丰益国际集团 一海家里集团 与吉林合作基础好 潜力大 一定聚焦吉林农产品和食品深加工 现代文旅 医药康阳等领域 整合资源 扩大投资 布局项目 以更多更好的产品 满足百姓需求 提高生活品质 在其期间 郭孔峰一行 到中心吉林食品区实地考察 并与吉林市白城市负责同事 对接洽谈项目合作事宜 胡家福 李月 安贵武参加会见 作为国家规划的 八纵八红高铁网的组成部分 4月9号 吉林敦化至白河高铁轨道铺设 全线贯通 9号上午 在敦化至白河高铁 敦化南站铺轨现场 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轨 顺利铺到接轨点 标志着敦白高铁轨道铺设 全线贯通 即将进入到线路静态验收 连条连时阶段 敦白高铁铺轨工程 是全线重要控制性工程 全线铺轨共计224.755公里 项目施工单位 采用国内最先进的 CPJ500型铺轨机组 铺设一组500米长钢轨 仅需90分钟 相对于人工铺轨 可以节约一半以上的时间 同时 自2020年8月启动铺轨工程以来 工人们克服了 北方地区冬季漫长 周夜温差大等问题 延长冬季施工时间 实现了提前完成铺轨工程 原定计划施工到11月初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施工到 12月28号 克服了在零下三度的 极寒天津施工环境 通过加强对铺轨设备的保养 为施工人员配备好防寒肉品 风雨无阻 周夜兼程有效推行的施工进度 敦白高铁全长113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设长白山 永庆敦化南敦化四座车站 与沈阳至白河 四平至通话客运专线 共同构成吉林省东南部 快速客运铁路环线 通过与京哈高铁相连通 形成东北地区通往全国各地 高效便捷的快速客运网络 敦化至白河高铁计划今年通车 辅松县仙人桥镇皇家崴的村 位于长白山西北路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头道送花江从村前蜿蜒流过 崴子意为山水弯曲的地方 这里的百十来户人家 曾经因为交通不便 致富道被挡住了 现在交通畅达一马平川 身处绿水青山之中的他们 也端上了金饭碗 2020年人均年收入达到 一万四千元 走进皇家崴子村 春风里飘着一股红小豆 特有的香味 家家支起大锅熬上红小豆 柴火灶烧得通红 烙年火勺的傲子滋滋作响 油汪汪黏乎乎香喷喷的 年火勺60个一批纷纷出锅 老乡们手里十几秒 就能包好的年火勺 每天发货达到上千斤 平南现在也是挺多 海南 云南 河南 河北 北京 天津这一粒 春道不就是在这个 拉的表什么 也就能走个牛车 要是说装点东西 有的时候就能碰到 那个拉的表 现在是存款有路了 快递自己上门取货 皇家崴子村坐落在山奥里 以前因为交通不便 香甜可口的年火勺 只能成为乡亲们 过年的主食干粮 进度自己消化 十年前看着 穿村而过的通白铁路 客车天天拉着 汽笛往来穿梭 乡亲们灵机一动 要是能给咱设个乘降所 就可以坐着火车 进城卖山货了 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 就是有个通话到白河的铁路 例行就是一年的时间 想办法和铁路部门联系 怎么能让它停靠一分钟 在村里的积极争取下 沈阳铁路局派出工作人员来到实地 看到皇家崴子站相对完善的铁路设施 又倾听到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渴望 他们就开了绿灯 同意在这里设立城降所 这样一来 乡亲们买上三元的火车票 把村里的山木尔 蜂蜜 年火勺 新鲜小菜卖到了城里 每天人均获利百元 一年下来 过去辗转倒车的费用 节省五十万元 同时皇家崴子 这个全国有名的一分钟车站 还拍成了电影 火车一响 直接给皇家崴子村打了一个大广告 郑店友最早发现了商机 搞起了蔬菜大棚 可是规模上去了 火车运输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 坐火车来买菜 背着背框 每次每个人只能打一百左右 就是多了拿不了 铁路不行改路路 皇家崴子的老乡们又想起了那句话 要想赴先修路 全村老少骑上镇 一锤一稿的硬实拓宽了四公里的山路 可是这样的路 三轮车跑得开 重货还是进不来 2020年 福松县依托自然资源 打造仙人桥温泉小镇等五个节点城镇 完善基础设施成为重要一环 宽六米 双向两车道的仙府高等级公路修到了村口 山区空气湿润 早晚温差大 农作物口感好的优势 最大限度释放出来 皇家崴子村趁这个机会 一口气起了上百栋特色种植业大棚 郑店友带头搞起了绿色有机种植 休闲采摘的乡村油产业 今年的黄瓜 我是用黄豆粉碎 熬成这个生物肥 自我们种的 比每年又高一层楼了 下来黄瓜之后 也是旅游忘记了 府中白山各地的不少游客到我们朋友都去摘黄瓜吃 净身数两万 到三万之间 每天都开车出去 以前能备一百多斤 现在能拿一千多斤 那是不一样的 游客从仙府公路前往仙人桥温泉小镇 皇家崴子村是必经之地 如何留下过路的财神 皇家崴子的年火烧制作工艺 已经被评定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淑珍就是讲解员 村内留有多处抗连遗址 抗连纪念馆应运而生 年接待游客六万多人次 容山水观光 红色旅游 民俗风情 生态养生 休闲农业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正在成为皇家崴子乡村振兴的新模样 了解了抗连路 抗连庭 抗连纪念馆 今天咱们的幸福生活 然后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老百姓特别淳朴 然后土特产特别多 我品尝了好吃的年火勺 大煎鸣 以后有机会多带家人朋友 过来看看 我们的農夫产品 然后是铁路 贡路两条线 有多少都能运出去 都能换钱回来 乡村振兴这一块 我们又开始 尝试地开始养路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是二叉林的 资源特别好 想要老百姓再更上一层楼 4月9号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部分成员 分别在延边州 白城市和极高集团 为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 做宣讲报告 在延边州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成员 吉林大学东北抗连研究中心主任 省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信军 以深入学习党史坚定理想信念为题 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从四个方面深入进行了讲解 刘信军还来到延吉市建工街道 延青社区 延边博物馆 面对面与党员干部群众开展互动交流 在弄懂弄通上下功夫 在做事上下功夫 在宣讲过程当中 我想应该采取群众 听得懂 听得明白 群众喜欢乐见这种形式 来对他们进行宣讲 在白城市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一田 通过详实的史料 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奋斗历程 和历史性贡献 介绍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 我们要从各方面来加强党史建设 除了历史研究之外 还要把一子一记建设 这个党史基地建设等等 这个建设 还要这个红色 这个女友种 要从其他各种女友相结合 王一田还来到白城 一高专 红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与师生代表开展交流活动 结合党史教育 结合白城的实际 讲好白城的故事 用实际行动迎接建党百年 在极高集团 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成员 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东航 做了题为 重温百年历史汲取奋进力量的报告 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阐述了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张东航还与极高集团基层党员干部 进行了互动交流 基层党组织该如何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 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 学党史是基层组织建设 强化基层组织 把基层组织真正建成坚实的 坚强的战斗堡垒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和载体 基层学党史学的过程中重要 另外在我为群众办实事 学史例行这个环节也特别重要 党史学习教育讲要解决群众 极难仇犯的这些问题 群众真正有哪些极难仇犯的问题 基层是最了解的 通过此次学习 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在我自身学好党史的同时 也要立足岗位 谋划好全集团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要将党史学习教育推向纵深 在社会站 养护供区 以及服务区中开展 使岗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 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为了帮助农户抢农时 通渔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 走村串户开展免耕播种机 操作维修培训 让农户能更好地掌握 农机操作和简单故障维修 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免耕播种对于现在的农户来说 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技术 但是由于每年设备和技术都在更新换单 所以春耕前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 还是要来到田间地头 来到合作社的农机大库 进行一个现场的培训 在通渔县苏工驼乡 农牧村好哥俩农业机械合作社的农机大库前 农机技术推广站的副站长孙宏伟 细心地为农户们讲解免耕播种机的使用方法 可能你正道的下去的话 肥就下不来 它必须有个角度 角度以后呢 它往前走的时候 自己后边处于一个夹角 夹角后边就把那个化肥自己下 这就是一损件 咱每年就是我们搞 也是搞了好几年了 就是很多都是这个东西 都常常去耗坏 咱们家里就可以存起一个 为了帮助农户抢农石 不务春耕 今年从三月中旬开始 县农机技术推广站 就组织农业技术专家 分成四组深入乡村 来到田间地头 为农户普及最新政策 讲解技术经验 帮着农户调节机械设备 现在的调节 就是为了以后的打好技术 现在调节十分钟 可能以后就能省理的一天的工 通渔县春季干旱少雨风沙大 春耕生产主要靠做水种 自从有了免耕播种 这种保护性耕作技术 既确保了播种质量 又发挥了抗旱保水 减少水分蒸发的作用 让当地农户 从繁琐的做水种中解脱出来 通渔县专门成立了 以副县长为组长的专班 督导各项春耕前的准备工作 今年通渔县还计划 在原有120万亩传统大田 保护性耕作的基础上 还将对谷子 高粱 大豆等经济作物 尝试使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近日第104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在成都举行 我省数十家企业 近百种吉林优质农产品 集中亮相 吸引全国各地的农产品展商 先来洽谈合作 在本届交易会的8号展馆 通话市组织15家葡萄酒企业 携10大类60多种产品亮相展会 不仅充分展示了 我省葡萄酒产业的产品 还与国内客商 签下了7500万元的订单 同时保护省葡萄酒产业 和文旅产业进行融合 重点推介了通话冰雪旅游产业 成效明显 下一步 我们将就通话大健康产业 山葡萄开发利用 冰酒高端定制 全国线下门店推广 葡萄酒特色小镇 和精品酒庄项目等方面 与国内知名企业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做大做强 作优我们的葡萄酒产业 来到4号展馆 吉林大米 吉林鲜石玉米更是夜人触目 由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组织的18家企业 带着几十种特色产品 精彩亮相 吸引了不少来此寻求商机的客商 政府搭台企业畅信 丰元优品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是美和口市通过整合域内 各类优势稻米资源 而组建的地方国有大型重点 粮食龙头企业 首次参展就收获颇多 签订了百万以上的单局 四单 我们回去要更加在加工和生产环节上 做深文章 让我们的美和大米 让我们吉林大米 在全国叫得下 叫得好 进一步加深了跟四川省粮食局 这种粮食的产销合作 我们会在整个的粮食贸易 粮食储藏技术的交流 包括品牌创建 各个方面有更深度的一个合作 据了解 此次也是今年吉林粮食系列 品牌宣传推介活动的省外首秀 下一步 我省相关部门和企业 还将继续开启品牌行走的西南之路 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的统计数据显示 十三五十七 吉林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 吉林省城镇居民 工资性收入占比百分之六十二点九 比十二五末提高三点五个百分点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百分之八点九 百分之四点八和百分之二十三点四 二零二零年 吉林省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为百分之五十六点九 工资性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二零二零年占比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五点零 百分之二点三和百分之十五点八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提高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微涨 十三五期间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年均上涨百分之二点一 低于十二五时期 约零点八个百分点 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年均上涨百分之零点二 那么整个十三五期间 食品价格还是主要决定CPI走势的核心因素 尤其是食品价格涨幅比较快的时候 即使启动了价格联动的机制 通过加强这种补贴 使这种低收入群体的这种生活 不因为这种价格的变动 而受到大的影响 日前东风县赴广州召开梅花路 加医药健康产业推介会 向与会客商展现东风县梅花路 支柱产业资源 区位优势 以及梅花路得天独厚的药用价值 身加工第三产业附加值等资源优势 共签订六个项目合作协议 签约额达48亿元 近日首届春回大地主题音乐师会 在长白山瀑布景区举行 师会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长白山 长春 松园和杭州四地 结合自身的文化特点及旅游资源优势 与其他合作城市展开隔空同步互动 近百位来自全国的知名诗人 歌手和主持人等特邀嘉宾 以饱满的热情演绎了五十多首原创诗歌和歌曲 一千一百多万人通过网络观看了此次音乐师会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四月九号零至二十四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春已至花盛开 这几天一树树一枝枝桃花 静香绽放在边境城市浑春街头 微风拂过阵阵清香 沁人心脾 簇拥着与蓝天避水相应成美 随着温度持续升高 浑春市桃花梨花也依次大面积绽放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 微信和即时通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